这个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习家党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我们能看到 所谓的二重全会 也就是习近平的更加绝对的一个人说了算 别人就别说了 实际上二重全会还不如说是习二全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记住 对他有任何其他的期待那都是不现实的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习二全会上 想让他在经济上有多少的政策出来 有多少这个新的什么汇集民生是不可能的 所有的问题就是集权 就是我习二说了算 没有什么其他的 原来的国务院什么李克强 还有一点内部的权利 现在根本不会让你有任何权利 从上到下 习就是百分之百一个人说了算 而不是说共产党说控股 五十一绝对说了算 这是一定要百分之百 绝对这个词已经不够意思了 要百分之百 所以说绝对的说了算 更重要的事情要从经济行政 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全部控制 他有两个最大的挑战 那就是王岐山和孟建柱 就是王岐山的金融系 他想全面说了算 你可以任命官员 但是官员的素质和能力 这些不是说你想任命谁 你就做得到的 那不是的 政法委这块孟建柱已经经营这么多年 那绝对不是说 你现在你把官员任命了 你就完全可以控制整个政法系了 那不是那么回事 他有很多技术官员嘛 特别是有一些过去历史的 和现在必然要连接的东西 例如特别的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 像国际石油 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他很难就用了他自己的帮派 他那些帮派带来的几个人 他是有限的 而且现在对所有的官员要绝对忠诚 绝对不忠诚 任何达不到绝对不忠诚的 就是绝对不忠诚 那你说这个事情 天天考这个事情太难了 像夫妻过日子似的 天天问 过了一辈子 老觉得对方还有事没告诉你 然后还在考验中 那很痛苦的